Jour d'Hermes Jour d'Hermes The dawn of a new fragrance It makes you feel good It's Dior By Christian Dior Alice 阿匡 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 Cook Mommazelle Cook Mommazelle 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 又回來了 由於我們都忘記了對記集的關係 今天決定不想這件事 很煩惱 每次只想這集是第幾集 感覺到真的太辛苦 首先講貴姐週記 首先想講貴姐週記 講吧 這個星期是不是有大件事要講 其實有的 讓我講完貴姐週記告訴大家 其實最近我 怎麼講呢 突然想不到 不是想不到 是用一個再好一點的演繹方式 我想每一個人 我覺得這件事是無論發生在哪一個 Category 即是你從事什麼界別都有機會 遇上一個 你不可以說他特地 即我現在年紀開始大 即我不會覺得別人特地去射博 或者每個人眼前 只是看著自己當時的利益 只可以說是 那行行也有這些人 對 但即使你年紀大 老馬仍然有 點火 我對以下這件事 仍然對我的 直系 但是 歐斯福 都很多 應該 歐斯福 其實你在行行多不多 我行行當然多 歐斯福 其實是 不可以說OK 其實你都很刺激他 但由於歐斯福 你刺激他 其實是沒有太大作用的 但反而有時候 例如那個人 其實你都知道 他是不太理會的 但有些時候 你真的覺得危急關頭 生死存亡的階段 但他袖手旁觀的時候 你仍然想打狗狗 是很正常 即你仍然想打狗狗狗 其實是想打狗狗 其實是想打狗狗 以下又是這樣的事 即打狗狗狗狗 首先我要讓大家知道 一件事 其實香港人 你們不會刺銀聯 但對於大陸人來說 是會刺銀聯的 銀聯有一個怎樣的作用 跟香港Visa一樣 就是當你刺卡的時候 他就會顯示一個訊息 告訴你 過了數了 但其實想跟大家說 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 但其實你這個 只是去保持你的限制 其實並沒有把你的交易額完成 這樣說 先講一點 因為你銀行 其實他發了一張信用卡 實際上 在你購買那一刻 他只是入了機 實際上過數 可能要等多一兩個工作日 才跟商家對數 對數那一刻才會實際上 即是預訂了去扣錢 對 沒錯 所以其實 在銀聯的 第一 因為大陸來香港 第二 時間更長 第二 你知道大陸是很多銀行 其實你有錢可以開銀行 這個制度不算很完善的關係 我們做Retail行內 都會知道一件事 就是有時銀行亂的時候 他一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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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沒有錢 是沒有錢 即是商家完全收不到錢 但問題是 那一刻 其實手機已經寫了是過數 這個時刻就有conflict 因為客人就會覺得 你已經收了我的錢 但商家就是 其實你還沒有收我的錢 即是我還沒有收你的錢 形成conflict 但由於 小店員已經是由自由行興起到現在 通常這些位置 我們有幾個方法 一 如果客人是順攤的話 其實你叫他打他的電話 不要立即 但要過十分鐘 打他的電話 銀行去檢查 為何說不要立即檢查呢 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打上去Cart Center Cart Center都是告訴你過了 他都是看那個Message 沒有意義的 所以要過十分鐘 為何要過十分鐘 因為我們這邊交易失敗的話 會跟銀行直發訊息 告訴銀行現在交易失敗 至少香港銀聯這間公司 他會知道其實是交易失敗 所以其實十分鐘過後 這根本就是打去香港的銀聯 還是打去大陸 即是打到長途電話上大陸問 其實打去大陸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在香港 他仍然是接受香港的訊息 你即使過半個小時 他都答不到你的答案 你問香港的銀聯是比較快的 因為香港的卡機 是會直接聯絡香港的銀聯 這個情況就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所謂賣機 什麼叫賣機 就是把你的卡機做一次結算 因為他做一次結算 就要跟銀行對數 他跟銀行對數 就發現沒有這條數的時候 他就會出了一個交易失敗的訊息 另外有些譬如說 我真的很難做結算 我們都會刷一條 可能叫飛仔的東西 給他看 其實真的沒有收到你的錢 有這些方法 上述就是這些方法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這件事 由於中國的融合 所以我們其實經常都會發生 這件事 它就是融合得來 但是金融系統的融合不來 沒錯 所以其實以下發生的事件 就是在一個繁忙的公司裏面 當時是一個5點來6點的時間 差不多7點了 小店員將近下班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很討厭他們 做了什麼 據說其實6點多 一個客人進來買了東西 這個客人其實是回頭的 他幫我同事早上買了東西 下午再回來買 然後就按卡 誰知道按卡兩次都是家裡失敗 家裡失敗是怎樣的 家裡失敗了 很自然 客人就說 喂 但你按卡兩次了 還要按卡 那客人就吵了 他說其實我這張卡 其實客人 我們看到他手上有很多卡 但他手中這張卡 就真的只剩下限制 去買這隻手額 所以客人就很緊張 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按卡到我今天已經回到大陸 如果你扣了我錢 我真的追不回 而且我這張卡會用不到 你扣了我限制 你扣了我限制 為什麼會用不到 那張卡 因為有機會扣著限制 但是扣著限制 他也能用到 那客人為什麼會這樣 扣著限制 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他扣著你的限制 真的有機會 我們試過 我不知道 因為銀聯卡都有分兩種 一個是計算 credit 一個是計算自己的錢 直接扣錢 其實因為要看他用哪一種 沒錯 因為那一種是信用卡 就計算 credit limit 其他那些就叫 debit card 就是扣款卡 即是戶口有錢才可以扣 但是那張卡 明顯是一張好像 credit card的東西 而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些事通常都是 credit card 身上發生的 因為他們想做一個很快的 service 但其實某程度上 它的系統並不是這麼快 所以當時小店員在做什麼 大家想像一下 Fore帶有約六個同事 六個同事都在做客 我有一個同事就是A同事 跟Cashier同事 處理這位客人交易兩次失敗 而Alice在做什麼 我是在做客 但我中間還有什麼人 其他同事還有一個頂頭上司 這位挺頭上司我們改了個花名 即是頂著頭那些嗎 陳麥祥人馬我們改了 你改了什麼花名 我不知道 好厲害喔 明明是你改的 這位我們叫陳先生 這位我的上司 那這位上司 那我這位上司 他很聰明嗎 他在中間嘟游游 他的背景就算了 不說了 其實他也是一名主隊友 簡單來說 中間都嘟游游 名義上就看著Fore 實質上他就嘟游游 然後我就看到 因為我現在眼中 我自己是跟著客 但我看到兩個同事很苦惱 因為客人開始吵了 應該是山東人 其實他不是真的想吵你 但他真的擔心這件事 那你也不怪得客人 雖然他是大聲一點 但你又真的不怪他 如果你自己在外國 錄了兩次卡 回到香港的時候 你也很擔心 當然了 於是我第一次 就叫我的上司陳先生 我走過去 陳先生 不如你走過去幫幫同事 你看他發生什麼事 陳先生就說 一會兒 但他其實沒怎麼回應我 他說 沒空 他類似那句說話 就是他們搞得定 我心想搞得定 客人就不會吵 好了 我終於搞定了客人 大家記住 其實我們是一對一 外面有喪排隊 但你叫保管折住 不可以進入 其實是不會進入客人 外面的客人很慘 於是因為客人送走 就馬上去交易失敗客人 幫了A同事 我問Cashir 你做了結算沒有 他說 他說這次是一個很有趣的案子 所以可以直接鎖卡就可以了 但這次很奇怪 沒有這個訊息 我做客人當然是暴跳 我只會跳你制 於是我就心想糟了 他的角度就是收到一個交易成功的訊息 兩次 還要兩次 因為他鎖了兩次 問題是在於客人的角度我是很明白的 所以我走進去 因為我的頂頭上司他不理我的關係 好像不太想你這個案子 所以唯有自己走進去拆 其實我當場是有兩位同級的職員 但因為沒辦法他們在照顧自己熟悉的客人 所以我於是便走進去照顧他 於是第一件事做事就是打去銀聯 香港銀聯公司 有一個有趣的事 銀聯公司可以選英文、廣東話和普通話 但無論你按什麼字都好 他出現的都是普通話的 我反而是同一個人來的 我第一次按廣東話 他就問我 你聽不聽得懂? 我原本就覺得 因為MOTHER LANGUAGE 你廣東話容易溝通 我心想 其實我普通話是OK 但因為我知道 如果他跟內地人說普通話 我自問真的沒有很大的水準 我心想不如試試英文 到第二次打去的時候就試英文 誰知道都是那個人問我懂不懂普通話 是Exactly那一條 是Exactly那一條聲 我心想算 算 一件事就算 原來一二三都是沒得選的 很有內地特色 這個真的 我給A餐、B餐、C餐你選 實質上都是食童一樣 腿蛋子 很有哲利 很有哲利 就是知道你的客人是不會相信你的 於是說 誰我不相信 我遞個香港銀行的電話給他聽 告訴他是交易失敗 那客人終於相信這件事是交易失敗 但那客人仍然很擔心 會不會仍然扣了他錢呢 即是交易失敗但扣了他錢 沒錯 為什麼那客人會不相信呢 就是因為第一次 那客人剛剛錄完卡 說交易失敗 他立即打去銀行問 即是內地交易銀行問 但我們剛才也說過 其實你不能立即打去 那內地這間銀行就告訴他 交易成功 噢 這些是內交同行的行為 反過來銀行 他也是 其實他都不知道 他是會有些訊息的時間差 大家都有的 所以因爲我收到交易失敗 至少香港的銀聯都知道 於是我就再跟客人說 你不如再打去銀行 跟他說 我們香港已經發現交易失敗 你可不可以再檢查多次 是啊 大家很緊張 因為你知道打去內地的銀行 十幾期間很難有電話聽 這些真是拼拼 如是姐我打了三四次 都沒有人聽 我打算繼續打下去 安撫著客人的心情 還問他 你去到哪兒玩 吹水 吹得輕易 吹得輕易 我正想拿一本catalog給客人看 我親愛的security 很開心 他可能很心急 希望讓客人進來 即是外面已經排了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 其實我都明白他是心急 心急還心急 其實我都說了很多次 其實你讓客人進來 首先是叫了咪 問我同事 程序 應該是叫了咪 問了有沒有同事 才讓客人進來 你讓客人進來 沒有同事跟 那是想怎樣的呢 想死 是啊 想死 那誰知道我當時很開心 那客人又很開心 因為終於可以進去 那是一位男性的客人 我們外面的security 他就這樣叫了一句 想問有沒有同事有空 但他同時間九秒九 雙手打開了門 那客人進來 我當時在同一個時間 零點一秒之間 我NO 還沒得 但都截不及 那客人進來了 已經 那客人進來了 然後我security 同事還要跟我說一句 咦 那是不是不讓他進去 我問難道你現在趕人出去 難道你現在可以趕他出門口嗎 所以你要provide 少許訓練給security 其實我已經provide了很多次訓練給他 我rollplay過他 我曾經跟他 有些同事跟他言語上的衝突 但我保持有很calm的心情 跟他每一次都練習 甚至乎我有去查過他的walkie-talkie 是不是有事 但我除了沒有查過他的 mental 有沒有事之外 我都沒有什麼可以查過 但同事還是給了客人進來 當時我狀況正在處理前面的客人 旁邊的同事也幫不了我 我中間按鈕鈕那位陳先生 也是幫不了我 可不可以說回陳先生 但在你剛才在做上述的過程 他在做什麼 他繼續蹲蹲蹲蹲蹲 即是他全程都是蹲蹲蹲蹲的狀態 其實他真的很專心 專心地蹲蹲蹲蹲 沒錯 當時客人走進來 我問他 你給他進來 怎麼辦 於是我就跟陳先生說一聲 陳先生說 你可不可以幫幫忙 陳先生說 好啊 但他是看著客人 沒有工作 他看著客人 那客人 有時你看他 你知道那些男士 有時走到名店 其實他明明有東西想買 但他不敢發聲 因為不知你的東西有多貴 他又不懂 不敢問是很正常 這是我們第一季講到現在 其實是很明白的 繼而我就繼續去打電話 還未能打通 我看到陳先生看著客人 又繼續嘟油油 有點尷尬 不知怎樣的時候 小店開始問了 我心想其實你都不想跟他 那我來 那我跟同事說 你開著speaker 你繼續打電話去 好啦 那我就走過去問 那那個同事就是 Cashier的同事 Cashier 再加上那個 本身要Serve 那位客人的同事 站在那裡 兩個繼續打電話 那客人本身已經開朗了些 其實 沒有罵人 繼續開心 繼續聊聊天 當然他同事已經吹水 吹到快要哪間醫院出生 都說了 那我就走過來 那我現在另一位客人 那我就問他 先生你要什麼 那先生就很坦白 很快地跟我說 其實我上個籃包 過程其實先生都很快 他已經看定了某些款 只不過剛才看到陳先生 嘟油油 他就不敢說 那我就跟他說 即是他已經是埋單的狀態 他基本上看到剛剛顏色已經埋單 我都沒有想過 當日會做他這單生意 基本上是 我是打算快快手手 搞定他 即是他可能真的要看 給他拍幾張照就算 我打算 那誰知道這位先生 其實已經是準備好了 那他就說 我要多看一眼 那我沒問題 他說北京這麼貴 然後我也很坦白 跟他先生說 其實你現在真的選得很快 那在這個moment的時候 我跟這位買銀包先生 興高采烈的時候 在左邊的耳朵 就聽到銀行居然是通了 居然打得通 那我就唯有9秒9秒衝過去 那個電話那裏 再跟他講一次這個case 那這個moment 那位銀包客先生 就很危險 對不對 他放在那裏 於是再一次請求陳先生 在沒有希望之中的希望 都叫他走過去幫他看著 其實在retail的角度裏 叫你走過去看著 不是真的叫你看著客人 他就真的看著 他是真的看著客人 其實叫你看著 其實真的都要serve一下他 跟他聊聊天 那些叫看著 那你們的狀態就 不是真的看著他 那我繼續點點點 但不要緊 那個先生也是打算買的 那我就繼續幫他 就說個case 現在是幫不了客人 加力失敗 那怎麼辦 就算了 那足之 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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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銀聯的小姐 又過了兩個字的checking 終於告訴客人 我們是沒有扣你錢的了 哦 那終於都說了一個正確的訊息 沒錯 在九個字之後 整件事發生九個字之後 那你第二天就知道 其實這件事要搞九個字 你要遇到客人 不如你出去打冷藏 吃點東西再回來 沒錯 是終於搞定 而客人是願意拿另一張卡出來付錢 那這個moment 我就另後去看回我陳先生 那位銀包客 我銀包客又再次面對著一個情況 就是他很尷尬 而現在陳先生又在嘟油油的狀態 那我繼續狗衝九秒 狗這樣回去 即是滾的狀況就跟九個字一樣 沒錯 就是明明之前 我已經是搞到他要付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走過去之後 他又跟我兩邊相對無嫌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就是這些狀況 於是乎 我就走過去 基本上想推走陳先生 我就跟我銀包客先生說 是不是都喜歡 突然他又開兩分 對啦 其實我也覺得你剛才說幾個字是對的 但已經是幾個字了 他還記得 他還記得 然後我說 不如就要這個 他說好啊 那就授錢了 好 終於授錢 在這個故事裡面 教訓大家 即是全部東西都是happy ending 其實touch wood 所有東西都是happy ending 是 但不happy的地方 就是你心想 明明是可以兩個人搞定的東西 我用了一個人的quota 那個人還要瘋了 我真的會抹汗 真是 真是很想找人印汗 印汗 換衣 其實為了些什麼呢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case 就是 如果是以前的話 我真的會被騙了 那位直屬上司 已經 嗯 真是被騙了 我一定會在科學裡帶爆他 上司 其實以前我沒有理 以前我真的沒有理 所以為什麼升職升得這麼慢 這些就是 一般打工仔 不能夠隨便學 但現在我沒有去這樣做 是因為 為什麼呢 我那一刻我都有問 我自己為什麼不爆他呢 譬如是顧忌他的成分 我沒有 我不是因為顧忌 是的 就是記住不是因為害怕 而不去跟他說 是因為我純粹覺得他沒有救 嗯 即是留一口氣暖吐的狀況 是的 因為你底下 第一 我已經不是request 在這個過程中 我不是request了一次 因為一次是我judge你 是不是 兩次三次 以及全部的狀況 都是他處理到的 他是我的上司 他是處理到的 但他也沒有嘗試處理到 在我的角度裏面 如果一個人 你已經request了幾次去幫忙 即是你的路人 你同一個路人 你問他路 其實他都是不認識 或者他不想回答你 問了三次 他都是不想回答你 你不會繼續問他路的 是的 所以在我的角度 已經變成覺得 有時你會說 是因為你緊張 你會關心 但有些事情就是 原來你發現 你退後一點 食花生是 你唯有當自己是退後一點 覺得是一個人 你當他是useness 我cashier同事很生氣 搞錯了 什麼都是你做 他在做什麼 他全程看著 因為他全程看著 他知道我很忙 也知道我的security 同事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開心 要放這個客人進來 他簡直是騙我 所以你是在做前一個客人 再幫cashier settle中間 再搞完後面的客人 你是一抽三 然後另外一個人 都是 都是吊吊吊 不知道做什麼 我的cashier exactly 就是我幾年前 這麼興奮 第一件事 我回到他第一件事 罵我secure 他是第一件事 罵我secure 你為什麼放客人進來 你沒事啊 第二件事 他罵我上司 雖然他secure 不可以說是無辜 但是 他不可以是無辜 我覺得他錯的事 是錯得不算很大 其實如果你說 平時錯這件事 其實都是錯的 但這件事沒有那麼生氣 但因為他一個不適當的時候 錯了一件不適當的事 那件事 是爆開的 那件事 你不要管最後有沒有買 但你放了客人進來 是真的的確增加了大家的負擔 實在是 我看到cashier同事很敏 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說 我不是已經變成老油條了嗎 是的 平日就是我做的 立即我心想 老馬有火 是不是這樣呢 那我就問我自己 不是老馬有火 是老 不是這個狀態 我已經是老油條的狀態 我這樣問我自己 但我心想不是 因為我老海當時 立即浮現的一件事 就是 我浮起一個訊息 就是 以後不可以靠這傢伙 我當時 即是你是放棄治療的狀態 他本身自己放棄了治療 你放棄了治療 我就問我自己 我以後 如果遇到這個狀態 有什麼方法解決 於是 我第一件事 跟我cashier說 如果下次 真的遇到這個情形 我們要第一件事 打給銀聯 於是 我叫他們 把銀聯的電話 貼在多眼的位置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下次的routine 就這樣做 然後再跟我兩個partner 兩個senior的partner 就在那裡說 喂 我們下次 這次有個這樣的case 下次的話 不如我們再找一些其他的方法 去做好這件事 我開始明白 以前 很久以前 我一個很好的上司跟我說 學做一位管理者 你有些事是必須要放棄的 嗯 就是你的Anger 就是你的EQ 有些事你要放低自己看 你要抽離一些 你要抽離一些 管理者 其實你越走越上 你看的圖片越來越大 你是越來越抽離 不是沒有感情 你問我仍然是生氣的 其實你想想 我講到今天 其實我還是生氣的 但是生氣的方式已經不同了 但你要把自己的Anger 放在一邊 去改善以後的空間 那 我覺得 我自己都高興的 我心想 如果我希望share到出來 如果聽眾們是想 希望成為一個管理者 可能 這句話真是受用 就是你把自己的憤怒 先放在一邊 先處理好事情 再處理人 嗯 因為你處理人 是沒有什麼意義 你像他那樣 他自己都放棄了治療 其實如果走過去對搏的時候 不會對事情有多大幫助 其實 但反而就是不停 那好吧 算了 他既然不停放低他 其實最終 那件事 都得到完美的解決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都是我覺得 我自己學到的地方 那其實這些同事 或者這些個案 是多不多的 他特別多 那不一定要說一個人 有的 有的 一定有發生 那當然不想接 我明知道 其實換貨都說可以 最怕就是接些 例如那件事是沒得維修 大概是死也要想維修 那些 但是我覺得 銀行有趣之處 就是如果你 不如像我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可以很倒閉 我可以直接辦 即直接辦個客人 或者什麼都可以搞到倒閉 因為沒有意義的 其實我們某程度上 其實真的 你要做多 至少你現在聽到 起碼要做了很多的步驟 花了九個小時的時間 才可以解決 要花時間去做的事情 你還要博取客信任 當時我走上去 他是第三者 我不是原本在中間處理 那件事的人 那原本賣東西給他的同事 因為都是GREEN的 好坦白說 他都做了很多年retail 但事實上 你對著這些 他會很絕對 他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 某程度上 這些位置是真的 你管理者走去 給多個思維 告訴你 其實下次可以怎樣做 我當時 這些其實是 Operation 多些 因為它是Operation 還有你有時是經驗 去告訴你 沒有人教你的routine 怎麼做 打去銀聯 這件事我也是當時馬上想 我以前都沒有很認真接過這些case 因為你每一間公司不同 有時有些公司 例如你做一間百貨公司 你第一件事不是打給銀聯 你是打給那間百貨公司的總cashire 是 你問他收到錢沒有 那部機 那在不同地方做 對應方法都會有問題 所以就說你的對應方法不同 對同事來說 他的腦袋現在 還有他在panic 他真的沒有想過發生這些事 他打算賣幾千元 賣幾千元東西給客人 都要搞成這樣 有時發生這些事 最重要是 反過來是 人不要亂 但他有時很難亂 你想像一下 你十分鐘已經被人不停泳 而你又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做的時候 而現在 因為最大的失落 我想他兩個 他和cashire 要想到下一步做什麼 最大的麻煩就是 第一因為結算的時候 沒有去做沖淨 結算的時候 沒有告訴他 那個機 客人居然收不到訊息 因為大家都本來想 客人會再收到訊息 是家裔失敗的 但沒有這件事發生 那這個是Plan A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他也沒有想過 這樣再打電話 給銀行 銀行回答 你的家裔是成功的 他也沒有想過 他真的這樣回答 第三 沒有想過 那個客人會真的 那張卡裡面的限量 是真的會這麼少的 其實你很少 花到這麼詭問的 那些消費習慣 有時候很難說 有些人真的想著 我剩下 譬如 其實我老公給的 我每個月可以拆爆這張卡 即是類似 那我當然是拆 剩下五千 就拆掉那五千 我就是說 他可能想一張卡結算 不想搞那麼多 即幾張卡 這樣 也有這個機會 所以 他說很厲害 這個月只拆了一張卡 但拆爆了 對 但拆爆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 有趣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 那 我只可以說 你學習開始 不可以說為觀者 但如果想做 我這一刻 突然很深深地感受到 如果 我開始有一點明白 有些事情 不是你光做 有些事情 真的要去想 或者要放棄一些事情 你才可以向前 真是 那希望 如果有聽眾 是真的想 再上 再更上一層樓 希望 這個case 幫到銷店員 都幫到你 我覺得 如果見到這個case 第一件事 是沒有辦法 都是要想 解決辦法 是 是 因為你就算 譬如你 其實騙不到 這些事情 你就算 你跟客人說什麼 他只是信他眼前的證據 他是信他眼前的證據 我覺得 都跟做CS有關 你真的要 用到客人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是的 其實跟客人很可憐 你問我 我都很代入到客人的感受 其實是很害怕的 因為很多人 很多時候做事 你就會想 那我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到的 很多時候 都陷入這件事 陷入這件事 就想著 就這樣叫客人 我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其實這些服務 就跟茶餐廳沒有分別 沒錯 我們沒有辦法 或者什麼什麼 做一個更好 你要試過一些方法 你才可以說這句話 我明白的 有時候真的會很難做的 譬如他的錢包爛到一個點 你真的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因為其實有時候 可能是你做的 比你買的 真的 所以有時候 是做不到的 但我自己的角度 我通常 譬如 除非客人 其實很容易 他覺得 其實買個個都沒有所謂 那你當然是跟他說不做 但如果你說不是 其實你見到 銀包的對話 可能有意思 有時候也會跟客人說 不如給師傅看一看 有時候可能很廢的 其實你過了幾個月回來 都會告訴他 做不到 但至少我覺得 你要試 你試了 你真的試了 不行 你跟客人說 客人會覺得 唉 好吧 至少我都 我們都有肯為他做過一些事 最好有時候不要說 自己有個先入為主 覺得 我講出來的方法是沒有用的 不如我不講 其實你講了 可能 他聽了你的方法 發覺 就算真的沒有用也好 他可能會有另一套想法 都是的 我講到一個case 很有趣的 就是有時候 你做selling 或者什麼都好 剛才說的就是沒有 expectation 太多 其實是的 有時候我們做貿易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就是 你每一分鐘 有時候 很多時候都有驚喜 怎麼這樣說 因為我昨天接了一個客人 中年女士 因為我現在的牌子很大 一定是有些人 已經買了X年 覺得以前的東西便宜一點 覺得以前的料理好一點 之類之類 前幾天都沒有生意 即是說我20年前買一層樓 都是百多萬 當然 當然 他進來後 他說想買一個gif 送給一個男士 通常這些位置 我們做sales的 一定是給卡戶打銀包 為什麼呢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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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帶 你怕錯size 你這些不會有錯size的嫌疑 當然選你 選一選 最多多了一個 小的方形 錢包 不大體 什麼不大體 算了 看起來不夠大 對 Exactly 我繼續跟他走 他說喜歡皮帶 心想皮帶一盒大一點 OK 然後他不停說 以前的東西漂亮的 你們現在的皮越來越貴 經常都不同價錢 我一句說 當然啦 皮都不同價錢 每年都 搞一搞一搞 說一說一說 我都expect其他客 都未必會買的 聽到這些 一進來 彈這個 那樣 八彈齋主 其實他的樣子 不像會買的 只差了是哪個牌子 看極都不對 對 我覺得他是看極都不對 可能走十間店舖 最後結證 他自己都說 他走了很多店舖 你心裡真的死了一半心 你看他從上面開始選到 你都不對 你這個牌子突然間對 我都有放棄的狀態 但心裡沒有想 你有時都要從我客人的角度去想 我原本都沒有想到大小的問題 然後繼續回來 我繼續跟他說 其實錢包真的好一點 你真的不用擔心 他繼續說 都不夠大看 我就跟他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想要盒大一點 他說是啦 盒不夠大 那我一句就說 你買個大一點的錢包 那盒就大一點 那盒 然後我後面那兩個同事已經喊了 嘩好串喔 Alice 你 嘩好廢喔 這句話真的 好廢喔 Alice 不如買行李箱 那行李箱更大 然後我後面同事就說 他買個袋 一定大 他還在討論 說買什麼公司包 買什麼東西是最大 什麼東西是最大的 買碟 最大的 他瘋了 後面就說花瓶 他們又在後面 是直接 已經在討論 什麼東西是最大的 買人回去 買Merry 那些 後面那些 瘋了 全部人 我猜當時的同事 因為很安靜 很多同事看著我做客 當時80人的同事 都覺得他不會買 以為 大家已經在開盤口 打算走了 打算走了 沒有開盤口 大家都打算走了 誰知道 這個時刻 那客人說 好啊 對 我心想你走到十間店舖 都沒有人跟他講過這件事 難度 於是拿給他看 看看是否有問題 於是想不想 試一下 找了整間店舖最大的 那盒 找了一個大錢包 真的很大 這個錢包 真的很廢 其實那個錢包 多大呢 這麼大 是否差不多有一個七寸的手機器 這麼大 有 但沒有那麼寬 有七寸 但沒有那麼寬 即是 真的有七寸長 是的 但就等於一個五寸的手機電話 那麼寬 即是一張銀紙 一張銀紙 那麼寬 其實真的像是女裝銀包 那麼長 都很難裝 設計很難裝 設計很難裝 男女都行 但那個銀包 想像不到怎樣插在袋裡 你不會插在袋裡 即是爬手天堂 對 他可能把袋子放在袋裡 隨便吧 然後他突然說 是呀 然後我給了他一些黑色 說黑色適合 有些皮有些紋 他說OK 然後他自己說 如果那個男人不用 讓那個女人可以用 我說是呀 OK 然後突然說 嗯 真的挺大體 他說好了我買了 全部人在後面說 他買了 其實 價錢上 差多少 差一萬元 差一萬元 開頭推介那個多少錢 總之 開頭推介那個 不用一萬的 不用一萬 後來那個就一萬多了 對 真的 起了一倍了 不是差一萬的問題 是百分之一 差一倍了 其實整件事 我也是沒有打算做到這張單 所以你有時 我不會說 有時做銷售 那些東西 你不要 我自己想多了 我自己想多了 你不要代他去想 那樣東西 其實有時 那些東西 說給他聽 聽聽他回應 怎樣才再想一步 有時很難的 不過我覺得 可以維持一個很放鬆的心態 我明白的 現在這個年代 尤其是這兩年 不過 你問我 我覺得其實今年是跌定了 其實整個市場 你看 現在多了地方出去買的 已經是大陸人的人流 你問我 其實是不是很多第一次來香港買的人 總之不要相信政府 買東西 他的數據真是超級貴 買東西的人是少了 但是你說 你相對 其實多了很多人 譬如深圳住 福田 那些很近的 隨時下來買東西 即是這些已經是 一小時生活血的local 是呀 他們會覺得很近 就下來買 沒有所謂 其實你叫他 他就肯來 特別是你在某些地方 即是某些地區 你又通車 即是交通 不難 開始變成 有時我明白的 除非你說你做私勇 都沒有辦法 我覺得有時 做Selling 你當欺騙自己 或者欺騙客人 都很困難 你很趕著要數 其實客人是真的知道的 你當這個是 我不知道 可能未必個人相信吸引力法 但是 我自己不是極相信 但是真的有時 你的腦海 我以前好像說過一次 如果你的腦海 我自己都會 譬如我知道客人 就是買這隻袋 我很自然將自己 今天的Sales 加上去 譬如我剛才已經做了幾萬元 我明知道客人 現在買了一隻袋 那我就會加上去 好像砌數 砌數了 我心想今天有十萬 你有時不要有這個心態 因為你一Surf 客人有這個心態 通常都買不成 真的 你通常都買不成 因為你已經不是維持在一個頻道 是在幫助他 所以有時要放鬆 真的沒有辦法 你當 我告訴你 我都一年沒有過 我真的拗口搭席 一年才第一次過 但你沒有辦法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的心態不停調整 你調整到一個地方 就是你不要再去想 你過不過目標 我仍然很感謝這一年 我這一年不過數 去不停調整我自己的心態 就是沒有的 你真的 我都要看你做什麼鋪 譬如有些鋪 你真的 或者某些行業 你是有個數 你一定要過的 我就說 如果你自己知道 你要知道自己的模式 我自己去說 我的模式就是 或者你那間鋪 那個行業的模式 是的 因為我自己 是很不明白自己 是不適合做私用的 我是清楚的 所以第一 我沒有去做一間私用的店 所以這也是我的好處 我寧願人工低一點 我沒有做一間私用的店 變成我的目標 和大家一起 當然你說 有時候月尾對數 每個人都看到你不過數 這個心態 就一定要自己調整 你要令自己好 我自己本身真的是 在一個很輕鬆 很輕鬆 老輕鬆的狀態 你才可以真正為客人去想 你覺得老輕鬆的狀態 你不要每天都問自己 我今天要做多少 我今天要做多少 今天要做多少 你每一刻 你只問自己 有什麼客人可以找到回來 那客人會不會有事要我幫 或者每次客人走進來 不要看著他 好像當錢包一樣 你可能賣錢包給他 但你不要當他真的有錢包 那你走進來 你只問 會不會幫到他 會不會這個情況 我可能不可以再用那種劏客的心態 是啊 香港其實是很虧的 歐洲又便宜過你 人家的袋又多過你 當然要拉人家在那邊 你袋又比人少 你除了近之外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但是香港人厲害的地方 就是有時候 我們會去 你說大陸都會去recheck 但是其實很多中國的客人 是對香港的同事有信心的 如果這件事真的叫做 是你做不做那個value added 沒錯 即是你擺到一個附加價值 在你那樣 除了產品之外 沒錯 我為什麼要幫Alice買東西 Alice多給一些附加的價值給我 為什麼 因為他肯定幫我找東西 跟他聊天 或者是 不是那種是很放鬆的跟你聊 有時候真的 我怎麼樣 我不要緊要 你以後再過來 你真的有時候為他想 你這個尺寸真的未必適合 不如以後我幫你找 你不用急著一時 有些東西真的不要覺得自己要劏他 你要養的 沒有辦法 現在我自己以前都不習慣養客 但是沒有辦法 那說到service 我覺得都好像合我們下一個環節 是 value added value added 這個真的 好 下一節回來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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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